第29章 无双名将 这人是谁 秦峰自认眼前这位白袍年轻人 是来到东汉末年见过长当最英俊的 小心 白袍的年轻人惊世了一生 在马上一把架秦峰抓住 秦峰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大力 被拉了过去 咻咻 一柄长刀从他刚才站立的地方斩落 原来又上来了一个骑马的山贼 光天化日 强强百姓饶你不得 白袍年轻人历生中带着一股浩然正气 手中的点钢枪游龙一般刺了过去 秦峰根本就没来得及 看清楚这一腔的趣事 就听一声惨叫 这马贼便被捅了个透心凉 我日他大呀 好牛逼的身手啊 年纪轻轻便如此身手 想必绝非后世无名之辈 到底是谁 秦峰震惊 与白袍年轻人的出枪速度 子子四系上上下下好好打量了一番 一道念头闪过 难道是他 兄弟们 不要害怕 他就一个人 大家并肩子上啊 另一位骑马的马匪大喝了一声 鼓舞一番手下的士气 白马之上的白袍小将微微一笑 一甲马腹 就见雄壮的白马 嘻哩哩哩的一声 立了起来 落下时 闪电般窜了出去 秦峰目光追上去的时候 就见已经与骑马的马匪 挫马而过了 马匪的猴结上 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滋滋的冒雪 滚落下马 死在当场 白袍小将将手中银枪 舞动龙蛇一般 冲入山贼群中 如虎入羊群 瞬先击杀了十多人 封紧扯呼 剩余的山贼已经肝胆剧烈 大喊中四散而逃 这位人兄 穷寇莫追啊 秦峰急忙喊道 这人太牛了 武力绝对不滴不了 秦峰已有结交之心 岂能让其轻易离去 穷寇莫追 白袍年轻人琢磨这个词 缓缓的行了过来 多谢人行救命之恩啊 在下秦峰秦子进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秦峰最想知道的 就是此人的姓名 心道 牛人啊 你快说叫什么 爷知道你叫什么 也就能对症下样 你就八九不离十 跟着爷喽 哎 举手之劳 有何足挂齿 在下 长山 赵云 赵子龙 白袍年轻人 翻身下马 挂上长江 反复一声拼一力 秦峰一个机灵 正在了当场 赵云为国 不被天资国色所迷 被民 不为良田豪宅所动 一身是胆 忠义无双啊 诗人与后人 接近其得 果 果然是此人啊 哎 这位人兄 赵云见秦峰 直着勾勾的 看着自己 微微的不悦 啊 妈的 这话应该怎么说呢 哎 有了 兄真是一身是胆 就紫禁于水火之中 无以为报 天色将晚 是否占留一晚 也好让紫禁 聊表敬意 秦峰紧忙行礼道 牛人啊 你可不能走啊 天下无双的猛叫 细细数来 领个巴掌差不多 走一个 就少一个 秦峰 秦子进 赵云感觉这名字 怎么这么熟悉呢 微微沉思一番 问道 莫不成 你就是做 洛神父的秦子进 秦峰急忙说道 兄如何知道我的 天下高才之士 人皆敬仰 赵云抱权一礼 兄切莫如此称呼 地溃不敢当 兄之大才如雷贯耳 这洛神父早已在天下 江湖流传 地常听德才之 是吟唱 真是没想到今日 终能得见 兄一面了 惭愧呀 曹芝 我对不起你 你那洛神父 流传千古 就算是现代 也被改成了电影 可见艺术性极强 大爷 我借你的洛神父 出了名 将来你还要被曹操造出来 大爷 我绝对会要补缠你一番 不过真服 你就别想了 因为那是你大娘不是 紫金兄 赵云见秦锋又发呆 不明所以的换道 哦 啊 子龙贤弟 兄与你一见如故 便感到亲兄弟一般亲近 走走 前面有一处县城 咱们到那里找个地方 好好聊聊 秦锋笑道 赵云也看着秦锋面善 尤其是刚才秦锋不要钱财 只要手下人性命的做法 更令他佩服 便答应了下来 一处安平小镇 子龙啊 哥哥 我一见你 就跟见了亲兄弟一般 哥哥 我截然一身 每一个亲人 哎 不说也罢 这碗酒 哥哥我干了 你随意 秦锋说完一口气 将碗里的酒喝干 这可是普通吃饭的碗 一碗少说有半斤 不过汉朝的酒 在秦锋看来 跟啤酒一个德行 当年对瓶吹 一吹六百毫升 就一斤多 这半斤 小意思 赵云眼前一亮 他真是没有想到 秦锋一介文人 却如此豪爽 一般门人也好喝酒 不过都是小钟慢饮 跟喝药一样难 跟秦锋一笔 差出去十万八千里了 兄长请 赵云岂能随意 也是一口喝干 好好 痛快痛快 店家再来两坛 秦锋大笑道 对无双猛将 就要讲究一个好气 没好气 谁看得上你啊 更要讲究一个意气 没意气 谁跟你混呢 后世来的秦锋 深知结交之道 安得个娘啊 这两个人都喝了两坛了 这可是二十斤 虽然一点事情没有 还要再喝两坛 闻秦锋 赵云对话 就知不是一般人 掌柜的不敢怠慢 急忙昏复小厮 送两坛过去 兄弟 你也游侠一年有余 不知对现实如今的世道 有何看法呀 秦锋与赵云又对饮了几晚 便开始下套了 赵云早已有了酒意 闻听此言叹了口气 说道 不瞒兄长 地行走数周之地 眼见各处 官宦 荒淫无道 地方恶霸残暴 土地荒芜 百姓流离失所 民不聊生 实在是痛心哪 赵云将碗中的酒 一饮而尽 果然跟历史上一样 赵云是为了 国为民的人德猛将 哎 大丈夫律一事 自当嫉恶如仇 匡富正义 今五倍随无力回天 当有凌云之志 当诸无道观患 除马匪恶霸 还百姓一个朗朗晴天 让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防 居天下百姓 安居乐业之中 创盛世之万 在繁华呀 秦丰也有些酒意 一时激动 将后世听到的感人 肺腑之词 七零八落的拼的 倒是也蛮通顺的 秦丰也是一个普通人 也就比这里的人 多了千年的零碎知识 你要让他说一段完整的 一时间还真是够呛呢 脱口而出总是真 思虑良久多是假 赵云攀岸而起 将秦丰和店家吓了一跳 赵云很激动 局晚说道 胸肺腑之言 深知子龙之心 如有一日 胸气座诸无道观患 除马匪恶霸之事 递当随之 赵云昂头 干了碗中的酒 好 干了 秦丰一眼而尽 果然酒桌文化 幸福的找不到北 店家 快快上谈酒 快 沉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秦丰抬眼望去 便见一名落魄大汉 身上的衣服 破开了不少口子 满是灰尘 发迹散了一半 长发垂在肩上 身边只有一把长刀 当郎一声 就靠在桌子上 显然极其沉重 掌柜见竹人如此落魄 走过去小心的说道 客官 酒一坛三百大钱 嗯 那大汉文言一愣 手中路怀脸色一变 那大汉星红的眼睛 瞪了掌柜一眼 掌柜的吓了一跳 急忙后退了几步 唉 大汉叹了口气 拿起长刀转身离开 秦丰自从成了玉城后 便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 名声是最重要的 能拉赵云喝酒 也多亏了之前的有些名声 他便要效仿宋江 行那结交四方豪杰之事 当然 其他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去炫宋江的 将来人八十有余 极其雄壮 虽神情落迹 也掩盖不住行走剑的威武 手持沉重的大刀 想来是江湖游侠之人 秦丰既然要学 宋江结交四方豪杰 自然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 且慢 若不嫌弃可与小弟共饮 店家上两坛好酒 快点 没见我这位新来的兄弟有急事吗 秦丰说道 啊 是是是是 有人出钱 什么事情都好办 掌柜急忙上酒 我许真的要破坏的 业都不宪炮 好 salud 铺 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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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